以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,而在一次以后,你就从不可或缺的人,变成可有可无的人了,即使他他还爱你,可是总有一些东西真的改变了,安东尼三 如果你想要什么,那就勇敢的去追求,不要管别人是怎么想的,因为这就是实现梦想的方式,是必须打扰那些连回你话都带着敷衍的人,必须打扰一个不愿意理你的人,难受到始终是自己 物若不是我变了模样,便是你淡忘了时光,何苦等一个天亮等的两冰苍苍,留生活中很奇怪的是,你很容易忘记你想记得的事情,却不容易忘记你想忘掉的事情 七水天一色,折射出一个没有风雨云烟的天堂,一米阳光,写下诗情画意,清风入梦,八即便也许会相复向前相募相弃,也要先相见相知 如果没有经受过投入和用力的痛楚,又怎么会明白绝对之后到海阔天空 九,因为懂得,所以珍惜,所有的花开,都有温馨的理由 所有的夜落,都写上浓郁的千块,是不管天气怎样,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,不管季节变化,将自己的内心描语花香 十一我想要的爱情很简单,我说话时,你会听,我需要时,你会在,我转身时,你还在,这就够了 十二很多的时候,我们审视度势,选择了受气,学会受气并不意味着全然失去,而是一种更宽阔更博大的获得 十三个人生就像蒲公英,看似自由,却往往深不留己 生活没有如果,只有结果,自己尽力了,努力了,就好 十四过去的习惯,决定今天的你 所以,过去的懒惰,决定你今天的一败涂地 十五,我觉得一个人自身一旦形成 他所喜欢和需要的对象的类型就已注定 一个人一生也许会喜爱上几个人 但这几个人肯定是那已注定了的类型中的一员 谁要愿你所有的努力都不白费 所想的都能如愿,所做的都能实现 愿意往后路途,申请不再往复 十七看开了许多事情,没什么非你不可 也没什么不可失去 愿意留下来的人,就好好相处 以此信任,想要远走的,就会挥手说声抱歉 数不远送,十八,不要点着脚筋去爱一个人 重心不稳,撑不了太久 真正的幸福只有从容的心才能遇到 十九,我们也无需在乎 因为这实在是一个,迷人的错 到远方去,到远方去 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 二十,对于一个不懂得珍惜你的人来说 爱情只是一场游戏游戏过后伤得最深的人 却是你这个执着的人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